香港贺岁片电影找来双影帝刘青云跟张家辉 以及双影后林嘉欣跟袁永宜领衔主演 除了充满谜团的剧情考验影迷脑力之外 剧中还有很多惊险动作场景 像是张家辉他得冒着低温 在澳洲滑雪场拍摄追杀场景 而刘青云则是遭遇到火攻 有一场爆破桥段 让刘青云跟剧组的人员都能够感受到火的热气 他真的是卖命演出 试演香港廉镇公署的调查主任营地刘青云 想找关键证人揭开贿赂案案情结果 想找出证人却碰上公寓爆炸意外 为了让这场场景更逼真 包括刘青云在内的演员全都亲自上阵 据传演员们当下都能感受到火的热气 堪称是卖命演出 另一位影帝张家辉则在片中面临低温考验 在零下低温的澳洲雪地拍摄滑雪追杀场景 为了营造刺激感还得众帅在地考验演技 不只双影帝得面临火攻低温 女演员们也吃了不少苦头 只要力道过头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被抛出安全垫之外 但以后林嘉欣没再怕今夜演出 随着这些惊险场景曝光 也让这部贺岁篇电影掀起不少话题 记者总报道